作者 程九 后期 鬼不语 第八十九集 许氏有了安排 不等萧九安提出去验证靖太妃的伤 皇上就主动提出 让太医去为靖太妃重新诊治 萧九安别具深意地看了皇上一眼 抱着纪云开站起来 别 纪云开窝在萧九安的怀里 什么也没有看到 可与皇上打了这么多次交道 他很清楚皇上这人有多不要脸 无妨 本王自有办法 纪云开虽然比一般的女子强 可还是天真了一些 当真他会去给皇上讲道理 讲事实 不需要 就如同皇上问也不问 审也不审 直接认定是纪云开伤了靖太妃一样 不管看到什么 不管过程如何 他只要咬定 靖太妃是自残陷害纪云开就行了 至于证据 皇上发纪云开时不需要证据 他给靖太妃安罪名 要什么证据 这个世界 谁的拳头大 谁说的就是事实 这个道理在他七岁那年就明白了 肖九安抱着纪云开 随皇上一同折回康安殿 路上皇上提出让宫女准备软叫给纪云开做 却被肖九安拒绝了 不仅如此 肖九安还一语双关道 皇上 臣不放心 纪云开就是在宫里商商在商 被人污蔑罚贵的 他怎么放心把纪云开交给宫里的人 皇上的脸又黑了 可肖九安只说这么一句 他若斤斤计较 说个清楚 反倒显得失了风度 皇上气怒 不由地加快步子 赌气似的 想把肖九安甩在身后 可不管他走多快 肖九安抱着纪云开 都能轻松跟上 最后反倒是皇上 自己因走得太急 热出了满身的汗 刚走到康安殿 皇上就看到插在柱上 还带着血的剑 当即黑了脸 脚步一顿 转身质问道 燕北王 你能给朕解释一下吗 杀进皇宫 打杀进军 甚至还嚣张地 把剑插在宫殿上 肖九安下一步 是不是要杀了他这个皇帝 康安殿的嬷嬷 遇对臣的王妃施暴 臣情急之下 以此件警示 请皇上放心 臣虽心急 却没有伤康安殿一人 没办法 康安殿的人太胆小了 他还没有出手 人就跑开了 哼 情急 又是情急 朕怎么看不出来 你有那么在意你的王妃啊 肖九安真当他是瞎子吗 肖九安真要在乎季云开 就不会抱着他跑来跑去 而是尽快命太医医治 太医在他的暗示下 说出来的情况都那么糟糕 可想而知 季云开的伤绝对比太医 说得更严重 王妃为了救臣 险些丧命 臣自是在意他的 要不是后来查出 在军中捣乱的 有云家和季家的影子 看在山底下 季云开为救他 而险些丧命的份上 他是愿意给季云开 一条生路的 可偏偏云家和季家 处了他的逆临 季云开这个留着 季家与云家血脉的人 只能是自认倒霉 皇上冷哼一笑 一脸不屑 看季云开的眼神透着鄙夷 也只有季云开 这种没脑子的女人 才会被肖九安的 一点小温小会收买 为了他连命都豁出去 他等着季九安 晚死寄云开 去 把剑取下来 插在柱子里的剑 锋利地让皇上不安 不把剑取下来 他绝不往前走一步 是 随行的侍卫得令上前 可是任凭他们 使出十八般武艺 也无法把剑取下 甚至三五个人同时用力 也没有办法把剑取下来 那柄剑就好像生在柱子里 任凭侍卫怎么用力 自魁然不动 侍卫又急又怕 皇上一张脸更是气得通红 很明显他又被打脸了 小九安看够了戏 上前单手将剑抽了出来 反手插入剑鞘 朝皇上弯了弯腰 臣失礼了 你 皇上一张脸憋得通红 恨不得抽剑宰了萧九安 转念想到燕北军 想到虎视眈眈的天舞 北臣 皇上又生生忍住 在不敢保证 能顺利收拢燕北军兵权的情况下 在不能保证可以毁掉萧九安的情况下 他不能对萧九安出手 什么不敬的小罪名 要不了萧九安的命 也夺不了萧九安的兵权 皇上衣袖一甩 大步走进殿内 工人 太监和太医连忙跟上 侍卫则在外面守着 萧九安不急不徐 抱着纪云开 走在最后面 看戏而已 走哪都一样 纪云开窝在萧九安的怀里 看着萧九安冰冷的战甲 无声自嘲 他和萧九安之间的差距 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皇上能压着他打 萧九安却能压着皇上打 萧九安一进去 就看到宫中的老嬷嬷匍匐在地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皇上 你可要为太妃娘娘做主啊 太医说 太妃娘娘今晚要是醒不过来 妈是再也醒不过来了 皇上 皇上没有说话 在主位上落座 一脸凝重 随行的三位太医已至内殿 正在为静太妃诊断 不需要人招呼 萧九安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不多时 三个太医出来回话 回皇上的话 太妃娘娘脖子被割断了 失血过多 怕是有生命危险 三位太医虽有夸大 可与实情也相差无几 皇上的一颗心稳稳落下 面上却是一副气怒的样子 证明你们一定要医好太妃 老臣领旨 太医战战兢兢的领命 然后退至一旁不再说话 皇上努力压下上阳的嘴角 一拍桌子 燕北王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皇上 臣在战场上经常受伤 对新伤口旧伤口 剑伤刀伤颇有了解 还请皇上准臣亲眼查看 看看静太妃的伤 到底是我的王妃所致 还是她为了陷害我的王妃 不惜自残 和之前在外面的强势不同 萧九安语气平静 好像说的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可是 就是她的话 让皇上脸黑了 静太妃乃是女眷 岂容你放肆 合着她白忙一场 静太妃白白牺牲了 皇上 臣的王妃是个什么情况你也看到了 你看她这个样子 有力气拿瓷片杀人吗 萧九安 有一下没一下地拍着 季云开的背 完全不把皇上的栽赃放在眼里 不是瓷片 是刀 烟被王妃 是拿刀伤了太妃娘娘 趴在地上的老嬷嬷切地开口 悲愤欲绝地说道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 老嬷嬷拿出一把燃血的匕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